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家的見證 我是一個很強勢的媽媽 在家裏是一個女強人 在公司也是一個女強人 所以我對自己的家人其實很操控 很希望給他們最好的東西 我亦不會跟他們分享我自己的困難 一直都只是會說好的因緣給他們聽 但是在去年我自己經歷了一個難關 跌到谷底的時候 我自己的情緒都跌入一個很深淵的位置 當時我甚至乎在床上攤軟了 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那個時候我的小女兒知道我遇上困難 她聽爸爸說我有這個困難 她就跟爸爸說 爸爸我還有幾天就放大假了 我可不可以提早 這幾天不上學 我回去家裏呢 我想陪著媽媽 於是我的丈夫就答應給女兒提早回家 因為她本身是寄宿的 女兒回家裏告訴我媽媽 你還沒起床呢 我問媽媽很累 我不知道她會回來 但當時我其實剛剛哭完了 我就在皮裏掩著自己的頭 不想讓她看到 原來我有這個樣子 我不想讓自己的女兒看到 女兒就很窩心地上了我床 睡在我旁邊 然後她的手就抱著我 她就跟我說 媽媽呀 你很擅長的 不要緊的 沒有了些錢 不要緊的 好小事 你有我們 你放心吧 我會很努力的了 我會賺錢給你用 你今天失去的 我會十倍給你 好嗎 我當時在淚水交業的時候 我很感激 我就跟她說很感謝你 在這個階段 我女兒只有十五歲 她去拍門 找人請她做事 她真的被她找到一份工作 在一個中菜館工作 就一個星期三日工作 很辛勤她工作 而那個老闆娘 亦都覺得她很幫到手 本來只是給她十六元一個小時的薪金 但一個月後 老闆娘主動加到她二十元 亦都稱讚她的努力 然後她回來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我女兒跟我說 媽媽呀 我向你學習的 說完這句笑話 好感動 亦都很被自己的女兒祝福 原來她們才是我真正的支持者 真正能夠鼓勵到我 亦都讓我那一刻 我真的充滿力量 我抱著我的女兒 我不斷流淚多謝她 我很感謝天父 賜給我一對很可愛的女兒 成為我自己生命的天使 可能我們平時覺得 我們的子女 都是我們的財寶 好好地去保守她 原來其實我們的子女 他們可能是帶給我們一個更大的生命的祝福 所以這份不是神賜給我們的欣賞 inch 臉書 臉書